那這是官方剛剛釋出的相關消息 對於這次一抽人品大爆發的網站 有人使用BUG他們後續的處理喔 好那這邊首先是他們已經重新的運作了 所以大家現在如果要抽一抽入魂的話 可以再次的來參加活動 並且對於那些使用BUG的朋友喔 他這邊有直接抓出了這個名單 總共有364位 那我們這邊也會在這部影片的底下 留下相關的連結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也中獎了 好那再來的話 他會對於這些使用BUG的朋友 強制回收所有獲得的封印卡 並且取消這一次活動的參加資格喔 那他們會持續的後續監察情況 所以這次官方算是有印起來了吧 對但我不知道 呃這個大家對於這次看法怎麼樣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好那以上就是這部的影片